6月30号种了花生芽又种得很成功 白白胖胖看着就很喜欢 待会收拾这个花生芽先种点空心菜 今天不用油桶种用这种塑料框 拌水培中空心菜更平常差不多 就得找一个不漏水的盆子 播种施肥都是一样的 之前买的倒壳还有加点倒壳进去 鸡粉用完了一直没有买再加点茶壳进去 这个是没有经过发酵的也一样用少用一点就行 这里最近还是天天下雨 别看早上那么大的太阳 一般到了上午11点左右就开始下 雨水多的话空心菜倒是长得还好 种空心菜不要撒种子 一个坑里放五六颗就行 种的是这种三叉空心菜 这个品种的空心菜水培杆子长得特别粗 我现在是放了五六颗种子 后面长高了留个三四颗苗就行 苗留的多这个杆子就是没那么粗 粗苗后盆子不要马上流水 要等这个苗长到十厘米后再流水 根系没有长好流水太早就容易把这个苗淹死 上面盖土盖得也不能太深 盖个一厘米左右就可以 太深会影响粗苗 盖好土之后在上面轻轻稍微按压一下 下雨或者是浇水 种子不会冲出来 最后再撒上一层倒壳炭 可以杀进防虫害 现在来收拾花生芽 想知道怎么种的去看7月1号的视频 花生芽怎么做比较好吃 水开之后煮个一两分钟 再捞出来冲一下凉水 这样炒的花生芽就是特别好吃 你们种的花生芽怎么样了 应该有很多朋友跟着种了 可以拍张照片来分享一下